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5月5日 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产经头条 那么在一周开始之际 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未来一周市场最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 那么第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是 周五美国将发布消费者信心指数 那么这个对于判断美国的通货膨胀 判断美国的经济的走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值得大家关注 那么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 是下周有几个重量级的美联储的官员将会公开发表讲话 包括纽约联储的主席约翰·威廉姆斯 和里斯满联储主席托马斯·巴金 以及明尼·阿卜利斯联储主席尼尔·卡斯卡里 那么这几位都是在美联储高官里面影响非常大的几个人 或者我们更通俗的来讲 就这几个人说话在过去几年的市场实践当中 他们是公认是比较靠谱的几位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大或者是身份背景什么深厚 是他们对宏观经济的理解 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正确的一边 所以这个值得大家关注 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 是美国的股市的发展 上周周五美国劳工部发布了4月份的非农报告 那么那个报告被华尔街称为恰到好处 或者它最本质的特征是降低了人们对通胀的担忧 那么这个非农数据在本周仍然会继续影响市场 大家都知道4月份美国的股市很糟糕的一个月 那么在未来一周 在这个所谓的恰到好处的非农数据的发布后 能否改变美国市场的腿势 这个值得大家关注 第四个重大经济事件 是周四英国央行将会召开利率政策会议 那么市场普遍预期的这次会议 它仍然可能会保持利率普遍 但是华尔街很关注这次英国央行的会议 对于未来降息的预期或者前瞻指引 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信息 因为最近英国的宏观数据显示 它的通胀与美国一样也有所抬头 所以这样让市场普遍预期 6月份英国央行可能降息就推迟到了9月 所以说周四的会议 投资者还是想寻找一点初始马迹 看看英国央行对6月还是9月降息 会不会做出一些暗示 第五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 是下周中国官方将会公布两个重大的宏观经济数据 一个是5月9日 中国将会发布4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那么一季度中国的进出口形势不错 那么4月份中国的进出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能否延续一季度比较好的这种态势呢 那么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预期 4月份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反弹至10%的增幅 进口可能会同比增长2.5% 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数据的话 它会支撑中国经济有所改善的这样一个总体判断 第二个很重要的经济数据呢 是5月1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发布4月份的通胀数据 也就是CPI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预期 4月份中国的CPI会小幅回升至0.2% PPI呢同比降幅会收窄至2.3% 那么如果是这个数据的话 那么仍然会向市场传递 中国仍然在一种啊通货紧缩的状态 或者在通货紧缩的边缘 当然对于结束五一长假的中国网友来讲 对周一的这个市场呢 可能都会有一个乐观向上的这种心态 因为在中国过五一这个期间 全球的市场都有一个不错的小周期 而且呢在美国的中概股 在五一期间呢都出现了普遍的大涨 所以说今天LT也注意到很多中国的网民 中国的股民摩拳茶掌 普遍对周一的这种开市啊 有很高的期望 当然大家发财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加沙形势的最新的四个新闻报道 第一条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它报道标题是 随着哈马斯代表团抵达开罗 加沙停火希望上升 埃及和美国的调解员 报告了妥协的迹象 但分析师仍然悲观 周六哈马斯代表团抵达了开罗 继续进行间接的会谈 加沙停火的希望上升 但是很多分析师仍然持悲观的态度 谈判人员一直在努力调和哈马斯 关于持久停火的要求 就哈马斯这次来谈判呢 他们采取了一个策略 他们第一呢说 支持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 但是呢 他们又采取另外一种策略说 美国的停火协议啊 还不够 停40天 要停就永远停 那么这个看似呢 哈马斯更有和平的 更大的和平愿望 但是呢 他这种更大的所谓的和平愿望呢 就为目前谈判的这样一个文本呢 就发生了冲突 就你眼前的停火你都达不到 你抛出一个一捞永逸的那种停火 那个谈判呢 就更难取得双方的一致 但不管怎么说 今天LT注意到国际主流媒体 普遍的还是把它定调 因为哈马斯派代表团来了 哎 那么这个停火呢 就更有希望 这是一个方面的信息 第二个方面的重大信息 我们分享CNN的这个报道 它报道标题是 以色列关闭该国的半导电视台新闻网 以色列已下令 关闭该国的半导电视台 总部位于卡塔尔的新闻网 称此为犯罪行为 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 今天宣布 政府一致决定 三栋频道半导电视台 将在以色列关闭 内塔利亚胡的声明中称 半导电视台记者 伤害了以色列的安全 并煽动了 侵犯以色列的国防军士兵 事实后将哈马斯的猴蛇 驱除出我国了 那么在一个月前 以色列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 就允许政府禁止 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机构 构成威胁的外国媒体 那么今天以色列的这个决定呢 也是根据他新通过的法律 而做出的决定 那么第三个 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呢 半导电视台今天被赶出去了 那么半导电视台 今天人家就发了一个大新闻 这个新闻呢 标题就是 内塔利亚胡被指控破坏休战谈判 就半导电视台没有对他 被赶出以色列呢 做更多的宣泄 而人家呢 在继续战斗 人家就弄出这么大新闻 说内塔利亚胡破坏停战谈判 这个可能也能表达他的一种啊 心情 第四个相关的新闻呢 是路透社的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哈马斯武装派别表示 他应对以色列加沙过境点袭击负责 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武装派别 今天声称对以色列加沙之间的凯雷姆撒洛 母过境点的袭击负责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在这场袭击当中造成了以色列士兵的伤亡 以色列军方表示 有10枚火箭弹从加沙南部的拉法向过境点发射 并表示过境点现在对进入沿海加沙区域的援助卡车关闭 然而其他的过境点仍然在开放 哈马斯武装部门表示 他向过境点旁的以色列基地发射了火箭弹 但没有确认他从哪里发射的火箭弹 哈马斯的媒体援引一位该组织关系密切的信息人士说 商业过境点不是目标 他们主要是袭击以色列的这个基地 那么这个新闻就让我们看出来目前加沙形势的复杂性 昨天LTU网友提到过 就哈马斯的这个政治领导人 他们在张罗停战谈判 但是军事领导人辛瓦尔 他是反对停战谈判的 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就证实了昨天大家的担忧 就辛瓦尔还在制造这样一种恐怖袭击 来阻止新的停战协议的达成 所以华尔街日报他引用分析师的观点说 对这次达成停战协议 他们感觉悲观 还是有他们悲观的理由的 因为根本原因在辛瓦尔 他目前并不愿意停止这种战争状态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美联社的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很重要 就是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那么在选举还处于初期阶段呢 可能大部分网友呢都自己选边站队了 那么今天美联社这篇文章呢 他就很完整的归纳总结了 2024大选两位候选人 他们在十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的差别 你如果想了解2024年的大选 就是他们在争论什么 他们究竟在主要的问题上 有哪样一些分歧 这篇文章你了解之后 你差不多可以比较理性的了解 今年美国大选在争论什么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不是拜登与川普之间的争论 是美国民众对这十个问题也是最关心 而且每一个人都在这十个问题上 都会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立场 所以他不太可能是每个人在十个问题上 完全与某一个候选人是相同 他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与某些后 某个候选人是一致的 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与另外一个候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所以说你了解这十个问题 两位亲生者的不同的立场 你大体上能够了解今天美国人最关注的问题 他们会根据两位候选人的不同立场 会做出他们的一些投票判断 那么第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是有关堕胎 那么拜登方面的政策 他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律 就联邦的法律来规范堕胎权 那么川普在这方面的观点 他并不是极右翼的那种观点 他还是也是一种比较折中的观点 就川普认为这个有关堕胎权 联邦政府不要管 各个州他们自己定 那么川普这个态度 让有一些非常保守的一些共和党人也不高兴 就说你这个事就得禁止堕胎 全国的法案 但川普说这个事各个州自己定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就能了解两位候选人的他们的立场 第二有关气候和能源问题的争论 那么在这个方面 拜登他的团队认为气候问题很严重 他在第二个任期会进一步的来增加对气候问题的投入 他还要招募2万多名年轻人加入全国性的气候部队 就类似于和平队的一个计划 那么他提出2030年美国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一半 那么川普在气候能源问题上 大家也很清楚他的观点 他认为这个气候问题就是个骗局 但是有关电动车的这个补贴问题呢 川普认为电动车应该有一席之地 但他不应该强加给消费者 你不能够强行的淘汰汽油车 或者是过多的给电动车补贴 川普认为风力发电就是个骗子 他认为应该终止对风力发电的补贴 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重大问题的这个不同 第三个美国社会最关注的问题 这次大选的主要争论的议题是民主与法治 那么双方对这个问题都有很大的投入 拜登他就一再宣传保护民主 是他决定竞选连任的理由 那个意思就是川普要破坏民主 那么川普有关民主法治这个议题 他的观点是仍然拒绝接受2020年大选的失败 那么对于今年的这个大选 川普的态度是 如果一切是诚实的 我很乐意接受大选的结果 如果不是 必须为国家权力而战 在这个问题上 媒体也希望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交锋争论 第四个他们争论的问题是有关联邦政府 拜登方面的观点说 要禁止联邦人员被重新归类为政治任命者 或者是随意解雇雇员 就拜登政府希望能够让解雇雇员更难 那么川普方面当然是一种相反 就川普他希望解雇联邦的工作人员更容易 而且他将解雇流氓官僚 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分歧是非常大的 第五个方面美国大选关注的议题也是他们争论的焦点 是有关移民问题 那么拜登的团队呢 他们就倡导要推行全面的移民法案 那么拜登方面的这个法案的主要核心内容呢 是为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提供八年公民身份的途径 那么川普的立场呢 就完全相反 他一再承诺 从上任的第一天开始 就要发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内驱除出境的行动 他承诺对移民进行新的意识形态筛查 以禁止危险的疯子仇恨者偏执者和疯子 那么这个议题呢 显然会成为今年大选呢 最关键的一个议题 这也是美国民众啊 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第六个他们争论的焦点 是有关以色列和加沙战争的问题 那么拜登方面的立场嘛 就是促进停火谈判 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 并且呢 拜登方面呢 他们赞成两国解决方案 就迫使以色列 与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共存 川普有关加沙战争 有关以色列的政策呢 与拜登有些差异 但是呢 他也对以色列的一些策略 持批评态度 就他与美国最保守的势力呢 以色列立场还不是太一样 川普说 以色列必须尽快恢复和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以色列内坦的亚胡 对川普的这个要求 也是不是太容易接受的 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呢 川普比拜登的这个立场呢 要激进一点 川普提出要撤销那些参加反优太主义和反美观点人的学生签证 他要求警方呢 对待这些抗议活动更强硬一些 所以这个呢 也会让不同的美国选民呢 会做出一些选择 第七个争论的问题呢 是有关LGBTQ的问题 那么这类问题呢 这个双方差别的就非常大 拜登方面呢 就经常谴责对LGBTQ社群的歧视和攻击 川普呢 在这方面的立场与拜登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他表示要寻求国会通过一项法案 规定美国出生时就承认只有两性 川普呢 呼吁了全国禁止跨性别的未成年人进行荷尔蒙和手术的干预 并且禁止变性人服兵役 那么在这方面呢 拜登的立场与他完全相反 第八个 这次大选焦点问题 双方争论的焦点呢 是有关北约和乌克兰的问题 拜登方面的立场 认为北约是反对俄罗斯侵略的关键堡垒 拜登的意志承诺给乌克兰给予继续的支持 川普呢 对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意志提出疑议 他表示 如果他重返任职 他将继续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北约联盟的使命和终止 他也不断的在说 他能够很快让乌克兰结束战争 那么最近川普又有些新的相关观点 就说言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 欧洲要承担主要部分 美国目前出的钱太多了 那么这也能够便于选民来选择 哪一位候选人呢你更支持 第九个 这次大选关注的焦点问题 两个人争论了很多的 是有关关税和贸易问题 那么在这方面呢 拜登与川普的观点还是很接近的 他们都倾向一种的所谓的保护主义的倾向 川普呼吁对中国的钢铁征收两倍以上的关税 川普呢是希望大幅扩大关税 提议对所有进口的外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 那么川普的有关贸易政策主要是集中在对中国 川普提议呢逐步淘汰中国进口电子 钢铁药品等必需品 并且呢他希望禁止中国公司在能源 技术和农田等部门拥有美国的基础设施 第十个这次大选关注的焦点 也是他们争论的一个主要的战场 是有关税收问题 拜登呢他一直提议呢 公司所得税率提高到28% 将公司最低税率提高到21% 以达到基本公平 川普呢他还是坚持他2017年签署的减税期 延长为法律 他希望将他的2017年那个减税方案 持续到2025年底 他那个方案呢就是将公司的所得税率呢 从35降至21 并且将标准扣除额和儿童税收 抵免大致提高了一倍 那么拜登呢就希望打破他2017年那个方案 这个争论呢更多是一种专业 财经的技术方面的这个争论 那么从以上十个方面 拜登与川普的各自的立场 他都展现给美国的这个选民 选民会根据这十个主要问题 各自的立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们常说的看戏 看门道还是看热闹 这十个问题上 拜登与川普的立场呢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 它是你看门道的基础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今天中国的主流财经媒体 普遍报道的一条新闻 普遍使用标题是 极客汽车赴美上市 中国新能源车企的第四家 极客汽车即将在美国挂牌上市 成为继未来理想和小鹏汽车之后 第四家赴美IPO的中国新能源车厂 与魏小李相比 极客背后有极力集团的撑腰 今年以来销量翻倍 有望转亏为盈 那么第一财经报道中称 创立刚满三年的极客 美东时间 三日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提交了更新版本的首次公开募股书 计划以ZK为股票代码 在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 极客目标估值是51.3亿美元 将发行1750万股ADS 每股ADS代表10股普通股 发行价格区间是18至21美元之间 筹集最多3亿6,750万美元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最近美国国会在研究 美国政府能否堵住中国电动车清销 那么美国拜登政府 也提出了一整套的一些措施 包括有一些美国的电动车零部件 只要用了中国的产品的话 你就不能够享受电动车的补贴 那么耶伦也向美国国会打包票 就美国政府这些措施 完全能够堵住中国的电动车的清销 那么这个新闻就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景象 中国的电动车在已经出现所谓的产能过剩 已经出现一些清销的状况下 仍然有新的电动车公司在美国上市 所以至于美国政府提出来一种遏制政策 它会出现一种相反的效应 你一方面说在限制 另外一方面又在支持鼓励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 对美国来讲 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那就更深层次来看这个问题 就中美之间所有的关系在交恶 但是从这个事上你能体现 就华尔街仍然在向中国的企业 特别是新基础企业在输血 所谓的募集资金 一发现上市募集三亿多美元 这是美国人拿钱给中国做产业 所以华尔街在中美竞争的这样的背景下 仍然继续源源不断的在向中国的产业输血 所以这也是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一种尴尬 这也是需要美国人的深入思考来解决的问题 你包括芯片业 尽管美国商务部那边在限制 但是华尔街仍然在源源不断 向中国的芯片业在投资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热搜榜的头号新闻 这个也与电动车有关 那么普遍报道的热点新闻的标题就是 雷军走访完车企后很绝望 他称这不就是靠懵吗 这个很劲爆 内容很劲爆 引起了中国网络舆论的共鸣 报道中称 雷军称他走访汽车行业的时候 大家谈的是多生孩子好打架 苍蝇腿也是肉 东方不亮 西方亮 他走访完以后挺绝望的 他说这哪是做产品呢 这不就是靠懵吗 雷军表示 小米的方法是强调聚焦 能不能瞄着打 不是懵着打 有没有信心只做一款车 一款车能不能相当于同款的 同行的十款车 二十款车 它是销量 所以小米第一天开始 就没有去搞行谱 没有搞产品序列 就做SU7这一款车 一定要把这款车做成 雷军在内部提出 十倍投入 从底层核心技术做起 然后以十倍的压强聚焦一款车 雷军称 你去每家车厂看 他们都做了系列的车 好的车有几辆就够了 干嘛需要那么多同质化的车呢 所以他认为车圈的券 是在同质化的券 那么雷军这个言论呢 引起中国网络的广泛议论 把这推到热搜榜的第一名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而我今天也去了解一下 看中国网民在议论什么 当然首先更多的是 网民呢 是与雷军产生共鸣 就现在中国电动车啊 确实有些同质化 有些内豪 它之间的表现呢 就导致有些过剩 所以说这个是雷军这个观点 能够引爆中国的舆论 能够形成强大的共鸣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这就是中国电动车的现实 第二个LT注意到呢 中国网民呢 也认为说雷军说这些话不错 但是呢 他这些话来批评同行呢 也适用于批评他自己 他本身也是一种同质化的结果 比如中国网民呢 就认为他抄袭保时捷 而且小米的汽车也没有任何创新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舆论的情绪 你这个话说的没错 但是呢 你这个话呢 说别人同时呢 也适合说你自己 这是第二个比较集中的观点 第三个比较集中观点呢 就很多网民呢 认为雷军的这个不地道 你一边说呢 像同行学习 就这次采访各个车企 人家也热情接待 那么你参观一圈完之后呢 你就骂人家是同质化 甚至很多网民联想的 就小米做手机 也是这个策略 也是骂同行 说同行项数不是越高越好 然后自己呢 又做广告 自己项数是一亿项数 然后批评同行的摄像头 不是越多越好 然后小米呢 人家自己搞五个摄像头 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呢 雷军这个言论本身 他还是希望来采压竞争对手 来标榜小米汽车 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之想做一个方面评论 面对明摆着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 那么对于一般企业家来讲 他就两个选择 第一个呢 要么不进入不躺这趟昏水 第二呢 要进入下来的话 那只有干掉别人 你才能存活下来 所以雷军这个言论呢 在LT看来 他就很简单 就像他做小米手机一样 他现在一方面要把自己的车做好 第二方面他要诋毁对手 他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并非雷军发现了 中国汽车的电动车的问题 而是因为他明知道这个问题 他来躺这个昏水 他意识到仅仅靠产品的竞争 无法干掉对手 他当然会选择其他的方式 来增加他这种啊 竞争下生存的这种能力 当然会包括诋毁对手 那么就雷军提出来的 中国车企的同质化问题 这使中国这个产业 他面临了一个生存事业的问题 它也是一个国家的难题 那么最终呢 有可能会通过这种竞争 会催生一些新的科技进步 所以普遍关注这个问题 对这个行业可能也是有正面 积极的作用的 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 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 就有关习近平访问法国 我们先分享两个西方媒体的报道 相信中国的党媒 今天也做了铺钱盖地的报道 我们来看看西方 特别是法国媒体 怎么来报道 习近平这次访问欧洲的 我们第一个来分享CNN的报道 CNN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 它的标题是 中国习近平五年来首次访问欧洲 他的亲善之旅将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他这个报道的开头就黑了一把 我们习主席 他这个报道一开头这样描述的 当习近平于2019年抵达意大利 进行国事访问时 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包括私人参观罗马地标 和哥索安德烈 伯利切的小夜去晚餐 同时还以最高规格的这种盛大仪式 向全世界展现了意大利 决定参加习近平的标志性的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 就他这个就回顾 你这不是五年以后再次访问欧洲吗 五年前那次访问 CNN帮他回顾一下 特别气派 标志性的成果呢 就是意大利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 那么这次再到欧洲呢 时过紧签了 意大利退出了一带一路 所以你看这一开头 为什么说黑了习主席一把呢 他一开头呢 就让全世界的读者来了解 习主席怎么成为一个浪尾大师的 就上次去达成的成果 这次再去呢 不复存在了 人家也没什么难为情的 这次再签嘛 签了下次去又给推翻了 接下来CNN是这样描述的 五年后 虽然随着习近平周日 在法国开始为期六天的欧洲巡演 盛会和仪式可能会继续 但对整个中国的看法 已经发生了巨变 就是与五年前呢 完全不同了 过去的几周内 欧盟对中国风力涡轮机和医疗装置采购 展开了贸易调查 并突袭了中国安全装置制造商的一个办公室 作为补贴调查的部分 最近几天 德国英国还逮捕和指控了至少六名涉嫌间谍活动 与中国有关的犯罪 3月 意大利正式退出一带一路 使该计划失去了其唯一的西方七国成员的支持 这对中国及其领导人造成了打击 在许多欧洲首都 中国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多方面的威胁 习近平的访问将从他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开始 这位中国领导人定于周一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 冯德莱恩带头呼吁欧盟因担心确保其关键技术而破坏其中国供应链 并正在推动一项由法国支持的对中国电动车进口流入欧洲的高风险反补贴调查 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对欧盟进口的白兰地也展开了调查 此举可能会打击法国的白兰地行业 并被广泛世卫对调查的报复 那么CNN引用一位专家的评论称 习近平可能在马克龙身上寻找突破 看他能否与保持于美国更多距离 那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系的王一伟教授表示 习近平主席将向马克龙解释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报道最后指出 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和熊亚利的停留可能没有那么多争议 中国政府在规划访问时可能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第二个我们来了解一下法国的世界报的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和中国对话 但不可抱有幻想 文章一开头这样写道 面对世界第二强国 法国不可能单打独斗 对中方将给予阿裕奉承 过于敏感 是行不通的 只有统一的欧洲才有机会被北京倾听 况且还不是在所有的领域 这篇报道认为习近平此次访问欧洲 三国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 在他看来 习近平在法国会借机中法建交60周年的奇迹 高度赞扬戴高乐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的特殊关系 毫无疑问 习近平会赞扬法国方面提出 面对美国要有欧洲的战略自主 文章认为 不包有幻想的和中国对话 包括继续相信 中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 会实得其反 那么这篇文章还引用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事实 戴高乐曾经说的一句话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 丝毫不设计 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可 法国只是承认 世界的本来面目 所以这篇文章认为 这句话沿用至今 发人声行 那么这篇文章还同时提醒马克龙 不与中国对话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也不能够把习近平当做朋友 把习近平请到马克龙的第二故乡做客 也要牢记 不能抱有幻想 这篇文章提醒马克龙 说你2019年 马克龙邀请普京到法国总统的度假圣地 布雷港松堡做客 那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你看法国的媒体 对习近平访问法国 他们还是有很强的戒备的 那么LT今天也看了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 习近平到这次访问 法国还是大阵仗 他自从2014年访问澳大利亚 开始了习近平的出访规格 新的规格 就与以前中共的领导人不一样的规格 从来以后 习近平一直是这种大阵仗 就他不仅率领豪华的代表团 他同时携带了他的专用的车队 从中国带的车队 今天也在法国巴黎 也在浩浩荡荡的在行驶他的专用车队 那么今天 法国也派他的总理 年轻的新总理到机场去迎接 那么习近平的夫人 彭丽媛也陪同进行了这次访问 那么今天海外舆论 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有关彭丽媛的新闻 引起了广泛的议论 这个看来还是无风不起浪 就最近大家可能也意识到 LT也提到几次有关彭丽媛的政治前景问题 就有些网友认为是八卦 LT认为如果之前是一种八卦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时间节点 彭丽媛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前景 它不再是个八卦问题了 那么今天引起舆论广泛议论的新闻 是来自中共权威的外宣媒体 也是被美国政府认定的 中国政府代理人的香港新岛日报 就新岛日报透露中国的一些内幕 它很少有闪失的 那么今天它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报道 它报道标题就是 彭丽媛的秘密军职遭曝光 这个不得了 大家认为彭丽媛歌唱家 或者是彭教授 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院长 现在辞职了 大家感觉是一个亲善大使 到处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参加中国国内的一些医疗卫生活动 亲善大使 今天人家就很劲爆 就习近平在军内的秘密的职务被曝光了 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 是军旅歌唱家 网传最新的军职逆曝光 历任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 这个单位被称为 确保精准科学选人用人的重要举措 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权威性的新探索 这篇报道指出 彭丽媛在2017年卸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之后 在军队的职务不详 那么近日流传 彭丽媛在军队活动照片 并复说明中央军委干部考核 评审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丽媛 来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就他去一个军事院校视察 在相关新闻报道当中 就透露出彭丽媛的这个秘密身份 就军队干部考评委员会的专职委员 这个不得了了 这个要选重要的将领 要通过彭丽媛了 那么新岛日报 他还介绍了这个军委 干部考评委员会的背景 他说这个是2016年习近平亲自组建的 那么中央军委的这个文件当中称呢 这个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 是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确保精准科学选人用人的重要举措 是适应领导指挥体制的改革 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权威性的新探索 这个新闻呢 他对一个时期以来 人们在谈论习近平对未来接班人的确定 以及谈论彭丽媛未来的政治前景 这无疑呢又增加了相关传言的可信度 LT对这个新闻呢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 就第一呢是彭丽媛在传统意义上 我们假如不去考虑习近平的这样一种独裁 不去考虑习近平的未来交权 交给他们自己家的人的话 我们正常来考虑彭丽媛 他是一个军队的歌唱家 他的职业专业的领域呢 在文艺领域 即便他退休了 中共有一些对退休官员的安排的话 他也会结合他的这个专业技能 或者特长来考虑 但是这个报道让我们解释呢 就人家彭丽媛呢 在军内的这个职务呢 是考核干部决定干部的使用 而且中央军委的干部考评委员会呢 他是面对少将以上的 这些将军们的这个选拔任用的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在最高层来确定将军的选拔任用的时候 如果彭丽媛在场 彭丽媛说了一个意见之后 其他人敢反对吗 没有人敢反对的 所以大家很容易推论 就今天中国军队最高降临的选拔任命呢 可能决定权呢 就在彭丽媛身上去了 当然他也可能会代表习近平 但他现实上 他就拥有了这样一个军队高级降临的选拔任用权 这个很厉害啊 这个江青也达不到这一点呢 毛泽东再怎么信任江青 只是让他在文革上那个热闹场面 让他去闹一闹 军队这个事 毛泽东从来不让江青涉足的 所以有些网友还在质疑说 彭丽媛未必会参政 或者彭丽媛未必对政治感兴趣 人家就是个歌唱家 人家搞搞慈善 做点善事 那么今天这个报道 你就能看出来 彭丽媛不仅很有兴趣 干更大的事 很有热情 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而且直接进入了习近平最看重的 他的命根子的领域 军队的控制权 你也可以理解 习近平已经提前 把部分的军权让给了彭丽媛 你即便这么来说都不过分的 尽管这个评审委员会 可能还有主任或者主席 甚至中央军委 何卫东也负责这方面 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就刚才RT给大家举的 假如在开这种会议上 有彭丽媛参加 彭丽媛说了一个意见之后 何卫东敢说不字吗 张又霞敢说一个不字吗 所以事实上 军队的人权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彭丽媛就拥有这样的人事权 所以这个还是很恐怖的一个信息的 第二个与网友谈的观点的是 如果习近平仅仅是增加 彭丽媛的这种虚荣 社会感官的话 他可以继续去给彭丽媛增加一些 花瓶式的职务 包括联合国什么亲善大使 包括中国的什么妇女儿童什么协会 他大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弄 但是这个报道显示 他把军队一些人事权部分交给彭丽媛 这个就体现了习近平的一种认真 也表现出来一种 他的一种未来的政治安排 或者是一种防御性的安排 他至少向我们传递两个方面信息 第一他很信任彭丽媛 尽管他在军队内部有一些心服 但是他始终搞不定军队 你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 包括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 他一直搞不定这个军队 包括火箭军全军覆没 他即使有儿时的玩伴张又霞 在军队替他来盯着 但是盯不住 你看他认为干掉郭伯雄 干掉徐才后军队就信习 哪知道到今天为止 习近平对军队来讲 仍然是一种游离的状态 包括他把他的最心服 最信任的军队里边的大秘中少军 现在也换人了 那么他如何能够控制一个军队 就习近平私来想去 他还是只信任自己家的人 信任他老婆 别人谁都信不过 另外一个方面 他可能是做的一种 未来政治的安排 或者是一种防御性的安排 比如说他有个什么闪失 这个政权未来还是他习家的 那首先这个军队要是他习家的 所以习近平对中共产党来讲 他没有安排接班人 但对他家里边来讲 他做了一些这样一些防御性的安排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 一个重大的政治信息 如果还有人觉得 谈论习近平进入未来 中共的决策城市八卦的话 相信你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你可能会有新的想法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